来看据俄罗斯红星电视台报道说 当地时间15号 俄军进驻了位于叙利亚北部的一处 被美军废弃的空军基地 俄军开始再次巡逻 并计划对当地军民进行人道主义救助 据报道 俄罗斯空天军部队和陆战部队 当天进驻位于叙利亚北部 梅特拉斯军民点 并对当地的一个野战机场提供军事保护 这里曾是美军位于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 美军13号从此地撤离 撤出了约百辆军用运输车 并炸毁了他们无法带走的物资 另据报道 俄军计划在此地为当地居民建立一个 人道主义救助中心 目前已经对该地区的路上设施 采取了保护措施 并对这些设施内是否存在爆炸物进行了排查 由于美军曾经打算在这里常住 因此该基地配备了所有的生活必须设施 包括全套空调系统 能源自动供应系统 甚至是健身房 目前排查的情况良好 运输直升机可以在尚未铺好的道路上降落 这为人道主义救助中心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此前一天 三架俄军战斗直升机从俄军驻叶亚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起飞 经过大约五个小时的飞行之后降落在卡米什利机场 据俄方透露 当天进驻卡米什利机场的是第一批俄军战斗直升机 之后还会有更多的直升机前来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地面巡逻的俄罗斯军事警察提供空中保护 同时也协助在叙利亚北部展开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